神秘山洞中出现诡异之物 竟让盗墓贼彻底吓傻 其中究竟有怎样的发现 为何盗墓贼如此惧怕此地呢 此处位于四川的一个偏远地区 由于此地地处偏僻依山傍水 一行盗墓贼很快就流窜到了此处 这些地方几乎没有怎么经过开发 因此许多古墓都依旧在地下沉寂着 他们很快就锁定了一处地点 并且决定当天晚上就开始发掘 当他们进入这座年代久远的古墓后 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终生难以忘记 他们进入墓室之后 发现墓室大门非常奇怪 竟然丝毫都打不开 而且就在众人扫尸墓中环境的时候 竟然在其中凭空出现了两个老头 只见两个老头在其中悠然自得地吓着气 这一幕让众人吓得连活都没了 几个人争先恐后地朝外奔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发现周围的白蜡烛竟然自己开始燃烧了起来 将墓穴内照的透亮就和白天一样 古墓千百年的古墓 即便是现代科技 都很难让火苗燃烧千年不熄灭 他们发现自己跑半天 竟然都在原地一直打圈 而这伙盗墓贼之所以能找到这里 是因为当地有两个人引路 墓穴所在的地方 名叫长寿村 之所以有这个名字 便是因为村里的老人们 几乎都能活到九十多岁 并且一辈子几乎无病无灾 十分健康 可就在前段时间 村里发生了格外奇怪的事情 这座受到他们盗绝的古墓 是村里人的祖坟聚集地 就在前段时间 有人发现 此处出现了不少的光点 一开始 人们对此并不在意 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发现此地之特别 诡异传说便在村里流传了出来 而一个神秘诅咒 也随着这个事情 开始在村民中流传开来 更邪乎的是 有人不仅说 自己看到了点点光点 还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走路的声音 这些奇怪的传说 让此地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神秘山洞出现诡异事件 盗墓贼都被吓到 魂飞魄散 几个盗墓贼跑出来后 很快就被村里人抓了起来 而村长则是带着几个人 来到了此山洞口 传闻此地曾有悲文告诫后人 切不可私自入内 在盗墓贼几人被抓后 一行人很快来到了村子里 他们是考古专家和警察 众人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探究这个山洞的奥物 警方有着专业设备 很快就进入了山洞内 根据此前盗墓贼供述 他们曾在此地待了两天 第三天才有着奇怪事件出现的 这里有传说称 义军和白莲教教徒曾在此大战 死去的人便是这些白莲教徒 他们自带诅咒 让后面进入山洞的人都不得好死 在警方和专家对山洞内部进行勘探后 大家知道了此前盗墓贼听到的巨响 这个山洞内部湿润 表面上来看有泥土覆盖 可因为底部没有支撑 他们在发掘的时候 引起了塌方 声音在空旷的山洞当中引起的巨响 这就是他们听到的声音 至于走路和说话的声音 则是因为地下可能有暗和 加上一些飞禽在洞穴内叽叽喳喳 狭窄的山洞内 声音被不断反弹 本来就心虚的众人 肯定会产生联想 而且根据盗墓贼所说 他们在山洞里待了两天 才看到了蜡烛和奇怪的老人等 那是因为 他们长期在山洞内吸入了沼气等 产生了幻觉 不然的话 前两天为何没看到 产生幻觉后 人的大脑会产生自我联想 这时候 只要有一个人说出自己看到的东西 许多人都会在自己的脑中产生画面 没有任何的怪力乱生 至于众人看到的点点光斑 极有可能是灵活 就是人们常说的鬼火 因为这里是村子的祖坟聚集地